大家好 今天用猪肉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做法简单又营养 连挑食的孩子都爱吃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瘦肉 改到现在一厘米左右的片 猪肉几乎是我们餐桌上 每段都不可缺少的一道肉类 它的营养丰富 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在选择肉的时候 尽量选择里脊肉 这种肉汁吃起来鲜嫩不柴 然后取一小片肉片 用刀背这样轻轻的敲打 把肉片松弛一下 这样可以使肉片更好的入味 吃起来也更加的滑嫩 两面都用同样的方法把它松弛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装入盘中 接着碗中再打入两个正宗的母鸡蛋 把它搅散 然后给一般的鸡蛋液在肉片中 接下来准备一根大葱把它切成片 生姜切成片 切好后放入肉片中 往里面撒入适量的胡椒粉 去腥增香 再戴上一次性手套 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多搅拌一会 使葱姜的香味 彻底融入肉片中 像这样就可以 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块豆腐 把它改刀切成片 切好后装入盘中 再把另一半的鸡蛋液倒入豆腐上面 晃动一下 使每块豆腐都沾上鸡蛋液 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把洗干净的金针菇 把它切成两段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然后准备大蒜 把它切成片 生姜切成片 生姜切好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两个大葱 把它切成片 切好后放入姜蒜片的碗中 接下来准备两个去紫的青椒 斜刀切成片 切好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块去头去紫的红椒 改刀切成片 切好后放入青椒的盘中 再准备把洗干的小葱 把它切成葱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再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 适量的胡椒粉 一勺白糖提鲜 往里面加两瓣黄生的清水 把调料稀释化开 10分钟后肉片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葱姜片夹出来不要 往里面加入三勺淀粉 把它们装拌均匀 使每一块肉片都裹上一层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锅中倒入少许的生油 把油烧热 油热和把肉片一片放进去 用小火慢煎 把它煎至一面金黄 给它翻一个面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拍摄视频不容易 请您用发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转发一下呗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夹出来放入盘中备用 然后锅中再倒入少量的生油 油热后把豆腐一片圈的放进去 同样用小火慢煎 把它煎至一面金黄 给它翻一个面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盛出来放入肉片中备用 接下来中一个砂锅 开大火烧热 加入适量的猪油 把猪油炒至化开 再把葱姜片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后 加入一勺豆瓣酱 翻炒出酱香味 然后把金蒸布倒进去 把它整理平正 再把豆腐和肉片倒进去 整理一下 把调好的料汁倒进去 盖上盖子 转中火 焖煮10分钟 时间到了 倒入青红椒 像这样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好香啊 闻着就香喷喷的 满屋都是这个香味 色香味俱全 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 像这样汤汁就已经收到差不多了 肉片吃起来外焦里嫩 非常的好吃 豆腐也细作的汤汁 非常的入味 这样做出来的猪肉豆腐 营养美味 不腥不柴 一次性可以多吃一些米饭 真是太下饭了 就连家里挑食的孩子也爱吃 最后撒点葱花蒸香 不喜欢的也可以补放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这双菜 对您有所关注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